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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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前有試過打籃球、羽毛球 甚至踢球也試過 但沒有一樣運動可以玩得長 直至接觸了冰球之後 我覺得我是要認真點去對待這個運動 因為我發現自己很喜歡 所以我覺得對自己的轉變來說 就是我個人會認真了 去對待身邊的事 我現在會說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因為我現在有很多的時間 都會在溜冰場 或者做不同的訓練 去做健身也好 都是為了冰球這個運動 所以是不可以分割的 我們港隊都有打 這個世界女子冰球比賽 我希望我們今年會有一些突破 我希望我們可以再打得好些 所以我覺得心理的質素很重要 最重要是要先提升 還有要有一個良好的態度 是真的需要去反思自己 到底做了什麼不好的地方 然後再努力去改善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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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